呵呵,中药有五味,辛、肝、酸、苦、咸 其中苦味的药材就有泄热火的功能 所以阿嬷的青草茶才会比较苦 夏天容易口干舌燥 可以增加一些生津止渴的酸梅 如果你不喜欢喝青草茶 可以请阿嬷煮酸梅汤给你喝 酸梅汤可以生津止渴,润肺、去糖 清热解毒也很不错哟 这个我会煮哦 要准备的材料 有乌梅50公克 甘草15公克 山楂30公克 洛神10克 橙皮10克 冰糖适量 然后将乌梅用水洗净 除去杂物 浸泡于清水中 待泡软后剥开除去盒 取乌梅肉 再把甘草、山楂、洛神、橙皮 切碎浸泡于清水中 最后将上列药材 最后将上列药材 连水一起放入不锈钢水壶中 加20杯水 加20杯水 先用大火煮沸 改用小火加热15分钟 再过滤 去炸 加入适量冰糖 待冷却后 就可以喝了 乌梅 龟肝 脾肥、肺、肺、大肠筋 具有炼肺止咳、色肠止蟹 安徽止庸、生筋止咳之功效 甘草 神龙本草经济载 甘草族五丈六腑 含热携气 肩筋骨 长肌肉 对立 筋创 解毒 九幅清生延年 主场于内蒙古 山西 甘肃 新疆等地 于春秋季采蛙齐根 除蓄须根 晒肝即可 切厚片 深用或密制用 胃肝 性贫 龟心 肺 皮 胃筋 具有益气补中 清热解毒 去痰止咳 缓急止痛 调和药性之功效 山楂 本草演绎补仪记载 健胃 健胃 行节气 至腹人产后而枕痛 二路不静 肩脂入沙坦 福之力效 中国大部分地区有产 于秋天采收成熟果实 晒干后可用 胃酸 肝 性微温 龟皮 胃 肝精 具有消食化机 行器 善于之功效 莫生产于中国的广东 广西 福建 云南 于四月或八月下旬时采收花蕾 新鲜或晒干可用 性贫 卫星 归圣经 具有行脑安神 生经止渴 平降肝火 降压减脂之功效 陈皮 本草肝木记载 辽藕碎 反味嘈杂 池土清水 鸡皮咳虐 大便必色 富人卤庸 木石料 解鱼心毒 主产于广东 福建 四川 浙江 江西等地 于秋末冬初时采收成熟果实 取其果皮晒干 卫星 苦 性温 龟皮 肺精 具有礼器健脾 造诗化糖之功效 阿鲁阿嬷 你很厉害哦 这不就是酸梅汤吗 喝下去后 感觉好多了 这是本店最有名的酸梅汤哦 还是我煮的比较好喝啦 哈哈哈哈哈哈